上次在A4发现了一个小日子的家 经过一番车腾炸掉了他们的支援车 最终满载而归 现在不仅有了车 还有好几箱物资 不知道这些宝贝能卖多少钱 听说最近服务器开了黑市 那里面贩卖物资是普通交易区的三倍 但是没有任何保护措施 要是想发财确实是一个绝佳的去处 但就我这身寒酸药 还是先去安全区护照一下自己 OK 到站 先扛下来一箱交给老师傅 看看有多少 个 十 百 千 万 一共两万块 这要是在黑市 那可是要卖六万啊 没办法 只能忍痛哥 然后我直奔修车电 改一下我的红色打中 搞定 这下不管是防御力还是储存能力 都得到了质的提升 出发 现在去黑市 我是信心百味啊 先把车藏起来 OK 如果从这门走 肯定会来的 所以我选择走水路 直接游过去 想要去黑市发财 那就准备好背墙 里面大邪阴人的特别多 不仅要注意观察地下的陷阱 还要时刻提防屋顶的老六 要是稍微不注意 就会瞬间灰飞烟灭 OK 到站 上来后没多久 我就发现旁边那哨打上 有个人在架桥 为了不打草惊蛇 先躲在旁边观察一下 要不是他稍微动了一下 我以为这老六挂机的 看来也是个黑市老手啊 得亏我登陆方式比较起发 不然指定就被他阴了 可惜啊 我今天运气比较好 嘿嘿 没想到吧 过去看看有什么 这人身上除了这把AK 就啥都没有了 果然是个专业老六 出气复活时间是五分钟 但还不清楚里面安不安全 我可不想当那个出头鸟 哎 有办法了 那车上有个箱子 往里面拿点物资 装够七十公斤 然后把箱子放在这马路中间 虽然别人能直接扛走 但是移动速度会很慢 到时候 就可以趁机给他上一课 计划相当完美 我就在这儿 静静的等大鱼上钩 来了来了 鱼要上钩了 这人看到箱子后 在附近观察了好几圈 才敢偷偷摸摸的走过来 警惕性还挺高啊 居然打了颗烟 这下可麻烦了 要是现在开箱 那就直接暴露了 谁啊 胆这么肥啊 敢打乱我的钓鱼计划 重点是 我的箱子还在路边 可不能被截活啊 这边摸出来一个人 看样子也是来摸箱子的 臭小子拿命了 搞定 下去看看 你们身上都有什么 一把散弹枪和两颗兽雷 看来坏我计划的 就是你了 我在这儿路中间晃了这么久 也没人打我 看来这黑市的老六 就只剩我一个了 那趁此机会 赶紧把屋子卖了 黑市的价格是三倍 一共四个箱子 整整十三万 赶紧存到卡里 赶紧找个地方 先治疗一下 OK搞定 在地上爬了半天 哦 才发现这俩人躲在屋顶上 鬼鬼祟祟的 指定是在找我 重点是我身上还穿着十多万现金 动都不敢动 只能和你俩熬着 终于熬到了 这俩人离开 然后我又趁着夜色 悄悄摸到银行 赶紧把钱存好 这心里的石头 总算是落下来了 那么现在就该找你俩 好好算一算 抢我这笔账 哦 借着灯光一路尾碎 原来他们家就在黑市旁边的拳击场啊 这乌漆麻黑的 啥也看不起啊 那就等到明天 我再过来 好好观察一下 当次用一台车 勾引出两个小日子 然后又使用RPG 砸穿了他们家 撤离后 本打算去趟交易区 发一波小财 结果就当我快到交易区的时候 我是万万没想到啊 居然 撞到了一台车 差点就车毁人亡 一点功德心都没有 我去 这又是台黄车啊 而且旁边是个地堡 那基本能肯定一件事 前面的地堡里 肯定有小日子 先摸过去 找个位置 静静地观察一下 一会儿等你们出来 我就在这 做兽羽翁之脸 听枪声 打得很激烈啊 估计这里面的小日子 还不少 对面这山头不错 刚好正对着地堡大麻 这不得好好蹲他一波啊 句话是 跟他们玩一手 围点打员 因为一般队伍下地堡 最后肯定有一个 出完门拿物资的人 所以我们的目标就是他了 先回到车上 拿出我的满屁霸雷色 为了防止他们逃跑啊 再给他们来一颗电磁脉冲手链 直接给他们的车炸为电 然后跑到之前的山坡上 找个合适的位置 直接架出地堡大门 嘿嘿 现在就静静地等他们出来 门开了 准备开工 这门出来两个人 一边一个 这两人指定是火力组 不过这不是我的目标啊 我的目标是后面拿物资的 来了来了 这个大猫小猫的 指定是搞了不少物资啊 嘿嘿 意不意外 想拿物资啊 开枪后 右边架枪的已经找不到了 左侧的躲在上方的掩体后面 不过 问题不大 只要我架好你们的物资包 就不怕你们不散钩 嘿嘿 这人不就来了吗 等打完最后一个 这物资都是我的了 我去 天上有个人 应该是刚复活的 运气还挺好呀 复活离得这么近 不过遇到我 你就麻烦了 这个倒霉孩子 这物资包被封烟了 找了半天也没找到人 完了完了 搞不好物资都被拿走了 不过这也问题不大啊 他们的车还在这儿 跑得了和尚 他跑不了妙呀 是机车启动的声音 果然跑过来了 这么多丧尸 管不了了 先解决眼前的吧 搞定 搞定了 上师后我发现 这家伙居然趁乱逃跑了 到手的鸭子 哪能让他飞了啊 赶紧追 车就先不管了 反正一时半会 他们也开不走 经过了一番紧张的追逐 这家伙直接跑回了家 那正好啊 这不是引狼入室吗 家的规模 家的规模还不小 顶上还有个放哨的 不过这家人的旗帜 怎么是个红色的 该不会打错人了吧 这要是打了自己人 那我多尴尬呀 算了 我还是先观察观察 门开了 出来了台国人车辆 但是回来的时候 还带了台小日子的黄车 这该不会是之前 我炸没电的那台吧 不对劲 这家人搞不好 是小日子伪装的 有办法了 把男朋友叫过来 让他过去 测试一下 哈喽 兄弟们 我车没油了 能给桶油吗 门开了 还真送了桶油出来 我去 该不会真闹误会了吧 哎 不对劲 怎么又跟出来 够黄色的车 不好 男妹快跑呀 这群人肯定是去追男妹了 我得赶紧去支援 吹了一大圈啊 连个影子都没看到 这不会是男妹吧 还真是啊 我自全被掏空啊 我去啊 他们这整的还挺正规啊 先以国人身费给 然后再以小日子身份卡 不过现在我管你是小日子 还是国人判错 都不重要了 这仇我必须给男妹报了 经过了几天的观察 我发现这家伙和小日子的关系非常密切 时不时还有飞机过来运送物资 运送的物资都被搬到最里面这栋楼里 那这里面肯定飞得鸭皮 在后续的观察中 我又发现只要有过往的车辆 他们就会出动黄色车追击 这下就有意思了 那我也扔台车 给他们玩一艘吊虎离山 等他们跟我出来 我反手就给他们搞死了 然后趁他们复活的时候 直接翘锁进家 主打一个出其不意 不过在计划开始前 得先到指定地点 藏好一台摩托车 方便一会儿咱们回来翘锁 然后再开个国人车辆 直奔他家门口 靠近的时候先打几声喇叭 扫塔上的人还给我打招呼 简直人面兽心 果然 没一会儿后面就追出来一台车 不对 是两台 这下麻烦了 前面有条河 有麻烦了 直接来一个无形压坐飞机 翻车了吧 然后我反手再来个 布拉明哥舞步 二 最后一招 打向飞腿 先搞定一台 剩下这台就好办了 把它勾引到事先藏车的位置 赶紧下车 然后安装好陷阱 以他们的性格肯定会来翘车 搞定 这俩人懵的吧 不过不能在这里浪费时间 赶紧回去翘锁 到了 就好 好 好 好